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今天日版推出之後呢 很多人會對一個叫做離線掛機的這個功能感到好奇 那這邊的話小編就來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它的這個離線掛機的功能 那離線掛機的功能首先它有兩個先決要件 第一個是你要有葉子 第二個的話是要在AUTO的模式下 所以也就是說我現在目前畫面上看到這個畫面是符合條件的 那它怎麼啟用呢 我們在這個紅色藥水這邊點一下進入這個設定 那原本台版和韓版的話 這個地方只有一個省電模式開始這個按鈕 但是在日版這邊它就有多了一個這個 就是可以自動戰鬥的 就是你可以離線之後它可以自動來幫你繼續來打過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按這個按鈕 好那按下去之後呢 它現在其實就已經啟動了 你在這個原本AUTO模式這邊 這個AUTO按鍵這邊它已經變成是一個一個鎖鏈的這個符號 然後就是說它意思它就是說 你離開遊戲它還是會持續 幫你打怪這樣子 那畫面的中間這邊也有一個提示的文字 就是你可以反正你離開遊戲的話再回來它還是會 會直接接續你原本的這個進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如果在什麼情況下 它可以持續去發揮這個效果 現在我們先透過這個 我們就直接按這個Home鍵 返回主畫面 然後返回我們這個模擬器的主畫面 然後這時候呢 再把這個遊戲呢把它踢掉 我們直接把它滑掉 就是從 意思就是從它的後台執行 直接把它滑掉這樣子 好OK那我們在等幾分鐘 我們大概在等幾分鐘再回去看一下 這樣它才可以累積比較多的這個 呃 獎勵內容 然後它的內容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遊戲 大概過個兩分鐘吧 因為它開遊戲的速度現在 會比較慢一點 待會它就會直接接續回去 那這個功能啊 目前台版跟韓版都還沒有 所以就是日版先行 那之後會不會推出是目前還不知道 目前還不知道 現在看到是日版的這個 登錄畫面 很精緻喔 自動進入喔 它這邊它會自動進入這個遊戲 那待會大家會先看到第一個畫面喔 它不是直接進入到遊戲的這個原本的畫面喔 它會先顯示一個類似戰報的一個東西 那待會大家會先看到第一個畫面喔 它不是直接進入到遊戲的這個原本的畫面喔 它會先顯示一個類似戰報的一個東西 還有你會打到什麼寶 它都會跟你講 那 不過要注意的是 因為你現在進來這個模式 這時候它是取消Auto的喔 因為我現在把畫面點掉 它這時候取消Auto 所以如果你是掛在主動怪 有主動怪的地區的話 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注意一下 然後你可以再點回來這裡 它這邊可以讓你看到說 你還有多少的這個時間 你還有多少的時間 就是它總共可以讓你用五個小時 那 那 這邊你可以看到你還剩下多少時間 那 所以呢 嗯 你在使用的時候你要記得 如果你要用到最久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藥水的量 至少把它補到 一半以上啦 因為這個時間其實 大家要去估計一下喔 它死掉 時間到了它不會自動的回春 它應該是不會自動回春 因為也沒有這樣的設定喔 那如果你死掉的話 它應該就是直接死掉了 那 這邊值得的 值得再跟大家 那大家特別一提的是啊 我們可以看到它日版現在的這個 自動特殊副本啊 它這邊有自動進行的這個 設定喔 是已經是套用最新的 已經是套用最新的這個設計了 就是 跟台版目前的一樣 已經是可以自動買物 自動賣物 然後自動存倉 自動死亡之後 到你的死亡上限的時候 它就不進去了 然後這邊也是有戰報 這個 它是同步最新的這個功能 所以也就是說 除了有這個 在野外的自動 之外啊 這個 在 這個 特殊地間裡面 也是會有自動 就是都會 同時可以讓你去使用 好 那以上就是 這個 離線掛機的功能分享 那如果想要知道一些更多日版最新的這個資訊的話 記得訂閱小編的這個頻道 好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